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招級聯賽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比賽雙方為正方金巴倫長老會遙道中學 對反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立中學 現在我會介紹雙方辯論的 首先是正方主辯林美琪同學 正方一副李欣林同學 正方二副楊啟江同學 正方傑辯張永林同學 反方主辯高宏宙同學 反方一副謝樂元同學 反方二副陳嘉榮同學 反方傑辯陳添同學 我們今天都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 為今場的賽事去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隊員 今天的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和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辯發言完成之後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之後正方一副接著發言 之後反方二副完成發言之後 就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之後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了台上發問和台下發問環節之外 每次發言前30秒就一丁提示 到時我會拿起一張紙 我現在就寫30秒 我會拿起一張紙 聽得清不清楚? 大家要聽得清不清楚? 如果是夠鐘的話 就有兩丁提示 丁丁 我這裏就寫九鐘兩隻字 丁丁 OK 聽得清晰的 如果超時15號 就會連續叮幾下 叮叮叮叮叮叮叮 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的話 請向我示意 大家開營之後 跟我示意完可以 之後我叮你才說的,行不行? 好,準備好就可以開你的麥克風 準備好可以和我示意 好 叮 各位大家好,轉彈又可以稱為戰利品商 為換家提供隨機的獎勵 例如部分國家,德國,瑞典,澳洲等都目前不認為轉彈有賭博成分 法律相對寬鬆,也有比利時和荷蘭等國 視轉彈為賭博,嚴格禁止 娛樂院會協會ESA指出 每個國家與建立轉彈法都不相同 但的確都朝著管制的方向進行 鄰近的國家,例如日本 在2015年就已經訂立最新的遊戲抽獎景品法 而中國在2017年遊戲監管法要求遊戲公司公佈抽獎機率 並由第三方公正方監測其真實性以保障消費者 因此我方建議將轉彈法引入香港法例第362章 商品說明條例當中,保障消費者的不良營商手法 現階段先要求遊戲公司公佈機率 提供檢控渠道,以及設立法則 未來期望進一步允許第三方介入查證 防患未然,更能因應社會需要而進一步收緊 而今天衡量辨題的準則就在於 香港引入轉彈法能否提供更透明的課金環境 並減少消費者被誤導的情況 而我方贊成辨題原因有二 第一,資訊更透明,保障消費換家知情權 2021年台灣遊戲實況主丁特就是一個例子 他在玩韓國遊戲《天堂M》時 發現遊戲官網雖然有公佈機率 但沒有針對台灣使復起一併公佈或二獸騙 但遊戲商表示台灣沒有轉彈法,因此不會負責 台灣亦無法為丁特追討賠償 不過都因為這件事,將轉彈法帶入大眾視野 台灣期後都決定在當地遊戲法裏 要求遊戲商需要公佈中獎機率 而導致類似案例的發生 反觀香港,本港轉彈法的引入已經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 根據PayPal的調查,本港至2018年起 有近一半的市民人會入玩線上遊戲的習慣 比全球的評分39%高約一成 根據香港遊戲產業協會 2018年調查,香港遊戲換家中 約200萬人課金,當中沒約課金換家近有30萬人 消費者委員會在2016年接獲72宗虛擬抽獎投訴 2020年更高達150宗 其中最大金額個案近涉及29萬港元 但現時香港並沒有類似法例可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當各地都相應地管制轉彈,為何香港反而原地達佈? 第二,確保機率準確性 進一步增加消費者保障 以前很多遊戲公司都自願公佈抽獎機率 但都不足夠,還要確保不能夠虛假宣傳 2015年日本的碧藍幻想遊戲 雖然它有公開機率,但當時 日本的碧藍幻想公佈不實的情況 而不須負上法律責任 日本就此情況進一步修改《警品法條例》 若涉及虛假宣傳經查實後需要負上法律責任 而在2018年藍族拼圖遊戲 就因爲違反《警品法》而被罰款5,020萬日元 而在中國,由於設立了轉彈法 2019年燒機會就進行過一次抽查行動 結果成功找出虛報機率的遊戲 並進行吊銷牌照,真正地做到防患未然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理事會副主席 賴漢傑都建議政府 除了引入監管機制 更應由第三方機構查證有關機率是否屬實 最後想問一方,遊戲產業發展迅速 不按照趨勢引入轉彈法 如何可以確保產業透明 減低誤導宣傳的情況 保障消費換價呢?謝謝各位 好,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3秒 無朝時需求分 好,現在請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達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說何而 我叮了你才說,好嗎?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根據漢語詞典,引入即是引進之前沒有 或者不存在的東西 換言之,香港到底要引入什麼國家的轉彈法呢? 今天有方同學是自不提的 事實上,世界各地根本就沒有一件事叫轉彈法 大部分國家只不過是用原有的賭博法例 或者消費者權益法例作規管 例如歐洲、中國、澳洲都將轉彈視為這個賭博 而日本的警賓法即是商品說明條例 另外,究竟有方同學要引入轉彈法的內容是什麼呢? 規管是什麼呢? 法則又如何呢? 怎樣執法呢? 通通都是沒有說的 那究竟怎樣可以認證今天的辯題呢? 其實轉彈是電子遊戲裡面營銷的手段 屬於微交易、內購的形式 換家會在遊戲界面裡面支付現金 獲取隨機的遊戲物品 轉彈是發場於免費遊戲 但很快因為豐厚的利益 然後滲透到全額遊戲的市場 根據不同地區的法律定義 轉彈是會被視為賭博 而受到當地的博彩條例規管 那到底我們是不是又要一刀切 禁止所有的 禁止所有付費抽獎 還是只允許18歲以上的人抽呢? 還是要明文規定劃一中獎機率 不劃一的話 會不會規定不給低於某些機率? 怎樣審查? 審查又需要第三方認證? 如果這些遊戲公司違規 又應該怎樣罰呢? 是不是只規管本地遊戲公司? 還是所有在香港發行的遊戲 又可以怎樣執法呢? 有方同學今天 是不是都要交代清楚? 無論法例如何 我方辯題都是基於以下三點的 第一,沒有需要性 本土遊戲商少之有少 本地遊戲玩家課金的比率也不高 而他們自己從來都沒有要求過 規管遊戲轉彈 那為什麼我們要大費周章去立法呢? 第二,沒有可能性 定立法律本身就有執法的難度 大部分遊戲公司根本就是海外公司 他們就算在香港發行遊戲 但是都是用海外的侍服器 那香港的法例又應該怎樣監管呢? 另一方面 如果法律定得太寬鬆 例如沒有罰則 或者任意可以定中獎的機率 那根本就無效保障到消費者的權益 如果法律定得太嚴謹 那遊戲公司根本就不會在香港發行 畢竟香港的市場都是少得可憐的 到時候連遊戲都沒得玩 面對這個兩難 有方同學又應該怎樣才好呢? 第三,就是轉彈法本質的閉署 立法看似很簡單 但其實帶來副作用 例如如果要求第三方認證中獎的機率 無疑是增加到遊戲廠商的成本 那令香港想發展的電競產業蒙上陰影 其實台灣商務部都表明說過 如果要求遊戲廠商加入第三方的認證 當局估計遊戲廠商是會離開台灣 為台灣帶來龐大的經濟損失的 另外如果抽獎是有所監管 那同類型的活動 例如美國冒險樂園的扔彩虹和推金幣 加連華那些遊戲是否通通都要受監管呢? 那到時候會不會矯枉過整呢? 多謝各位 彭方主便 發言時間為3分17秒 沒有超時無需9分 那但是提一提 彭方主便剛剛發言的時候呢 就是看到你的頭殼頂 因為你看了下去 所以是轉個攝影機低一點 今天說話的時候看到你 或者你望上攝影機那裡 謝謝 謝謝 好,接著就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那先會由正方任何一位台上的辯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反方主便準備時間1分鐘 回答時間1分鐘 所有時間前15秒呢 會有一丁提示 丁 那都是一張15秒的字 OK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一樣的 雙方都是有一次提問 和一次回答的機會 之後就會回到一副的環節 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現在先請正方的台上辯員發問 是正方二負發問的 OK 沒問題 如果你準備好可以跟我說可以 我叮了你就開始了 好,可以 叮 主要的朋友們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方主便已經引用過娛樂園體協會 這次的說法 其實每個國家針對自身的轉彈法 執法其實有不同的做法 管制的確是大勢錯出 日本可以有日本的做法 比利時又可以有比利時的做法 為什麼香港呢 比起什麼都不做 才叫做為對玩家是有保障呢 而引入反而是一個完善遊戲體驗 達出了第一步 而加上國際之間的轉彈法 其實都是以戰利品商的標準來審議立法 為什麼程度不一樣 對方的就是轉彈法 我方的不是 所以對比起香港現在什麼都不做 難道有方覺得 如果什麼都不做 就叫做保障到玩家的遊戲體驗嗎 多謝各位 好 現在凡方主便 你有1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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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店 開始 開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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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階段有八成 這個世界上有八成的遊戲都是以代理營運模式來運作 如果強制要求第三方單位加入嚴定的話 原創可能為了會被發揮 而直接終止代理轉交境外營運 更加去難以保證到消費者權益 也都不利遊戲的產業發展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是不是還要用這種方式去堅持使用轉蛋法 這些強制的法規來限制 從而數字到遊戲產業的不利發展呢? 多謝各位 好,請幫主便留一分鐘準備時間 可以開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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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ぞ 請問吧 我們好,請問一下 我們好,請問一下 提搬 提搭 又 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 好 是 好,準備時間結束 正方主便準備好開台講可以 可以 再各位,大家好 回答一方問題 為什麼遊戲箱會設置呢? 為什麼它會走呢? 如果不是因為怕違法 如果是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它根本沒有必要走 而且我們知道的是遊戲箱 其實如果要設置一個遊戲 甚至是跨國代理的話 一定是會付出一些很大的成本 如果不是它們因為有問題 所以想走的話 其實它們是不會 特意落費這麼大的成本去走 而且再其次就是 其實我們剛剛在主便位置 跟大家也有說到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國家 都有所謂的 有大家所說的轉彈法 而只是它的名稱不同 所以其實當其他國家 都已經有轉彈法的時候 那為什麼它還會因為香港有轉彈法 而去逃避去其他國家? 多謝各位 好 接下來我們會去負面環節的 現在請正方一副準備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最後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準備好可以和我示意說可以 聽到的 聽到的 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便一出來就有疑我方的方案 其實有方根本就沒有聽清楚我方的方案 我方是說將轉彈法引入商品說明條例 和由海關執法 而目的都是想保障消費者 第二 有方有質疑我方到底如何去監管這些公司 其實每一個國家如何去監管 是按當地的情況 如果香港是有需要去到比利市這種情況 那就禁止了 也可以好像中國那樣限制未成年人課金 或者好像日本那樣設有限額 無論是哪一種都是比現在香港原地踏步更好 第三 有方今天有很擔心可行性的問題 首先如果實行轉彈法 起碼可以警示消費者 也可以起碼證明到遊戲公司的不良 但如果沒有 就只能夠任由消費者繼續被蒙騙 其次 其實現時的遊戲公司發展已經遍佈全球 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都願意引入轉彈法 就可以更全面制行不良的遊戲商 難道今天香港什麼都不做 就能解決到有方口中的問題嗎? 第四 今天有方又引用一些台灣的例子 說很害怕 好像台灣那樣 那些廠商會很害怕 所以就不來香港 但首先 香港的代理遊戲商有超過九成都是來自美國、日本和中國 而這三個國家本身都有屬於當地的轉彈法 為什麼有方會覺得代理商會因應這條法例而不來香港呢? 所以有方交出準確的數字 到底有多少的遊戲公司是說明因為實施轉彈法之後而會離開香港 再者如果遊戲公司知道這條法例之後選擇離開 就代表他們根本就沒有信心可以做到公開透明 可能存在虛假的宣傳 所以淘汰這些不良公司正正是我方的目的 有方今天是不是不希望香港的營商環境更加透明和公平呢? 所以其實今天有方都只是自說自說 人家的遊戲商都未出聲 有方就一定覺得有問題 但問到有什麼方法呢? 有方就答不出 可見今天有方是極之不負責任 而今天有方有兩大問題 第一,目光短暫,剝奪市民權益 今天消費者無法可依,求助無緩 我方主便也提到香港都有相關的案例出現 然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 現時香港並沒有針對特別虛擬抽獎功能的投訴個案 而設有獨立的調查方案 文匯報在2016年報道一名林市主 曾經在足球的抽蛋活動中花費近8000元 但仍然未獲得稀有角色 市主質疑宣傳有為事實 所以要求廠商解釋和退回點數 但現時香港並無相關法例可以作控告 只能夠向市衛會投訴 最終卻被駁回 請問有方可以怎樣處理林先生這類情況 第二,愛理不理造成銷商對立 今天政府明明可以訂立一些清晰的規條 但有方就很自私,偏偏要選擇換假犧牲 自然有方主便提出台灣是遊戲實況主 丁特是天堂M的事件 就揭露了沒有轉蛋化的弊病 丁特還要是自己花費271萬台幣去抽蛋直播 從中證明機率的虛假性 但諷至是他們都跟林先生一樣 最後被駁回投訴 丁特最後甚至被反告 難道我們又要香港玩家用幾十萬 去證實遊戲的虛假性嗎? 多謝各位 好,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有請凡方一副的同學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30秒一丁提示 準備好開頭說可以 可以 丁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不斷地舉出多角的例子 告訴我們香港有多麼有需要 多麼迫切 有29萬人去投訴 關於虛擬貨品的投訴 但有方同學今天我想告訴你 商品算民條例本身就是可以針對虛擬貨品去做處理的 有時是投訴有門的 並不是好像有方同學說到這樣 是投訴無門的 今天我們可以看回 我們在消費會接受到的投訴裡面 有2500多宗是關於電器 2200多宗是關於美容 但只有154宗是關於網上遊戲 我們香港是不是真的這麼有需要去做這個轉彈法呢 而且 有方同學剛才提到第三方驗證的問題 今天第三方驗證 是很明顯地增加我們香港遊戲公司的營壞 本身是一種趕下的行為 影響的 而且有方同學今天沒有提到佛則 有方同學不一定要提及到 每個國家都有 但是他沒有提及到佛則 你想想想 如果香港有一個很嚴重的轉彈法 那麼我們太高的佛則 會阻礙香港遊戲發展 根本就不會有有方同學說的有利 有方同學還要說 就是要殺了那些 說盡殺絕那些無良的廠商 有方同學你想想 你現在是阻礙了遊戲發展 你整個廠商都沒有 有方同學剛才說修例 其實修例都是需要時間、人力 是金錢、物力的成本 修例我們都要說 需要性和迫洩性 我們香港的遊戲市場都不大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去建立這條轉彈法呢 某發局的資料就說 本地的遊戲市場規模是不大的 雖然100家以上的遊戲公司我們是有的 但是50至100人的遊戲公司 寥寥可數 而在時下流行的香港遊戲 不是 遊戲大多數都不是由香港公司去研發的 蘋果iOS App Store上面的2021年 香港遊戲排行榜 第一名 以色列遊戲 Coin Master 第二名 台灣研發的 英雄聯盟手機版 可以看到香港人本身都不玩香港遊戲的 而且 在香港作為基地的遊戲公司又少之又少 你可能有個別例子 例如神魔之塔 但是這些其實為數不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的遊戲市場規模不大 而且香港人又接觸不到香港的遊戲 我們本地修例只能夠 去接觸到香港的遊戲公司 我們哪裡有需要呢 而且根據香港大學的調查發現 每個月玩遊戲的開銷 一個巴仙的人以上是有1000元以上的消費 平均只有127元 我們看到一半以上的人 我們的消費額普遍都不高 而且社會的呼聲都不大 我們的立法的需要性和迫切性都是不高的 所以看到今天就算修例都好 我們都還沒有這個需要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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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更是需要要知道負上法律的責任 才可以制衡遊戲商和保護esch況的個人權益 如果沒有額外的代價,用戶的利益照被剝削而無法挽回 是不是有方覺得香港就算課金的人數不多都不需要保護他們呢? 第二,能否令抽彈規範法達到防範未然的效果? 立法會的本意一來是為了懲罰遊戲商不實行為減少任務 二來轉彈法能夠提供保障,為第三方公正人員作抽查 進一步核實是否符合法律的標準才推出 以兒童及安全玩具條例,由武道友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能否證實真例才是最大的程度保障消費者 所以甚至可以像中國那樣,在遊戲未公開發售之前就查有沒有違規的情況 如果有就禁止發售,所以立法才可以防範於未然令遊戲產業具的真實透明 而有方就是強調我方方案的不足和限制,但要怎樣處理現況的問題有隻字不提 想問有方同學,引入轉彈法有什麼確實的閉處而有方同學不願意做呢?多謝各位 正方義父,發言時間為3分07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好,接著我們請樊方義父,你23分鐘發言時間 30秒一丁提示,準備好開拓歌,可以? 可以 可以 主要的評判,各位大家好,我方主編所說的一樣,香港引入轉彈法根本就是多次一句 第一,在香港根本沒有人關注轉彈法這件事 在立法會中有多可能討論這個議題呢?有方同學,不要說討論 你只是提及這幾個字的次數 我十隻手指都數得了,我們今天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引入轉彈法這件事 根本在香港是沒有任何的迫切性,因為都沒有人關注這件事 而且就算你引入了所謂的轉彈法又如何?成本是多少? 有方同學一次又一次無視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為什麼? 因為有方同學知道,引入了轉彈法之後的市場 不就是跟之前一樣,沒有染雞龍自出自入 那個機率惡壞六巴仙就六巴仙了 不是的嘛,我說你就信嗎? 為什麼我要這麼說?有方同學,今天有版你看的 就如有方同學所說的例子,丁特為例,遊戲骨子的官網說了抽張機率 結果呢?不是一樣都是機率造假嗎?可以看得出,轉彈法根本是保護不到遊戲玩家的權益 還有韓國公司Nexon旗下的遊戲《地下城與勇士》 基率刑道具目錄裡面,神秘的成長契約禮袋裡面的獎品 甲級的成長契約出現了所謂的機率錯誤 但是最終都修改正常了,本來就是4.2巴仙的 修改完之後就剩下2巴仙,直接沒有了一半嗎? 為什麼會不會修改呢? 正正是因為當時韓國公司Nexon旗下的遊戲 冒險到前幾天被人踢爆機率造假上了青瓦台 而之前也有人在巴哈姆特地下城與勇士討論區裡面 討論過韓服機率造假這件事 那就是改改機率 為什麼呢?因為怕被人踢爆機率造假之後被政府罰錢 可見韓國有了所謂的轉彈法之後的遊戲環境 不一樣都是這樣,都是沒有改變的 暗改機率的繼續暗改機率 我們今天又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引入轉彈法根本是不可以阻止遊戲公司去暗改機率 成效根本為例 有方同學在台上問了香港是不是什麼都不做 不是啊,香港是要做 但問題是什麼時候去做 是時間的問題 現在根本就是沒有任何的迫切性去做這件事 有方一副又說到了 轉彈法會可以說一些無良廠商 有方同學有沒有想過 抽獎是遊戲廠商賺錢的大財路 而抽獎概率是遊戲廠商的商業機密 你說公開就公開的了 請有方同學認清 引入是引入一些本來沒有的東西 我們香港的商品說明條一向都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為什麼說要引入呢?我不明白 有方同學可不可以說出 監管如何監管轉彈法 轉彈法你說海關怎樣監管 成本又是多少 準確性又多少呢? 希望有方同學可以立即回答 好 晚方二副發言時間是2分56秒 沒有超時沒有出9分 之後呢 我們現在會進入台下發文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文時間1分鐘 台上準備時間1分鐘 回答時間1分鐘 所有結束時間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丁 之後由反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和準備時間1分鐘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文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文都可以在同一個便員提出 雙方對於台下發文環節有沒有問題? 提一提雙方的台下發文便員 說話的時候是要開鏡的 現在先請台下發文的第一條 正方派出台下發文第一條 正方答案 即提再採用第一條 suffix 如果準備好 第5位台下發文便員 如果你準備好就可以開攝錄和開麥克風 聽到聲音 好,你準備好可以跟我說可以 可以 大家好,有方覺得林先生是小錯案例 只要154宗塗訴太小錯,我們可以忽視他無所謂 因為有方眼中是不存在防患於美元的概念 他們覺得立法太麻煩就不去做 有方說商品的說明條例夠用 但有方又沒有一條資料去論成它究竟可以處理成怎樣 有方說世界上沒有一種條例是轉彈法 第一,因為每個國家都會因應寫好情況而定立它有針對性的轉彈法 第二,轉彈法是翻譯,如果法理上統一使用Lutzbox 而今天我方提出的歐美國或日本、台灣 都無論是賭國裏面都以Lutzbox為基礎的話 所以有方說為什麼要所有國家都統一一個作法 先為之是轉彈法,有什麼條例可以做到全世界同一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反方台上面緣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開始 好,謝謝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凡方派出一位台声辩员作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15秒一定提示 准备好开台说可以 试试试 OK 可以 主席前面再次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从头到尾都混淆了 垃圾修订引入这几种概念 有方同学我们由主席开始就已经讲清楚 引入这个概念是引入原先没有的东西 有方同学从头到尾讲的一直都是修订法案 或者是垃圾 垃圾是由原先没有的东西 我们创造一条新的法律而修订 而修订就是在原有的法律里面 我们修订它的范围或者减少它的范围 以达到立法本身的原意 而引入是以其他国家作例子 或者以其他地方作例子 去引入一些新的法律 我们没有看到有方同学我们是要引入一些新的东西 去引入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而有方同学说的是一直是以新闻说明条内 去修改它的范围 引入一些其他东西 而做到立法的效果这样的话 应该是修订法案或者立法 立法一条新的法案并不是引入 多谢各位 确定 好 好 现在请凡方拍出第一条的台下发问 然后一分钟的时间发问 准备好可以开镜和开麦 香港可疑 等一等 它开不到Camp 不好意思 好 你尝试处理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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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後再說 直接開KMK 和說可以,那我就幫他計時了 可以 主席評判做的各位,大家好 在疫情下立法會大把疫情需要上批 香港有種種更多的問題都比轉彈法更加重要 那為什麼我們首先要引入轉彈法呢? 我又說到 引入轉彈法去雙方說明條 由海關執法,根本同學又打算用什麼 又打算扔多少錢進去 香港有更多問題,房屋問題 甚至是現在疫情下的醫療問題更加重要 本同學需要 希望政府扔多少錢進去 去保障那一百多名市民 或者是 扔多少錢進去維持這條法例呢? 謝謝各位 好 現在正方台上便員 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了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上缘作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15秒一丁提示 准备好开框可疑 嗯,政方二负答案也是 好,可以 接着评伴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的辩题根本没有时效性 什么时候立法其实都是因应香港的情况而立 有可能又觉得现在情况也不是很严重 损失了29万不够多吗?那什么时候才要立 试问现在香港有哪一条法例是针对游戏转弹上作保障用家的呢? 其实都没有 因为有可能从来都没有防范于未然的想法 如果有可能觉得情况不严重就不需要立的话 是不是因为香港没有杀人反授不需要立杀人的条例 去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呢? 谢谢各位 好,现在请政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发问时间 但十秒一丁提示,准备好开头讲可以 请问帮不接到? 可以大声一点? 是指指指,好这个声量OK了 准备好开头讲可以 可以 完了 叮 各位大家好,友方說那些遊戲商會增加成本,究竟增加多少,友方沒有提出。 他們在香港代理遊戲所得的收益又會少多少,又有多少監表明會手,友方也沒有交代。 友方全場都質疑友方的方案有限制,友方都承認並無完美方案。 但變題本來就不應該只看成效的多與少,而是要比較引入前後的分別。 當日本、台灣等地都因為法例不完善而導致換家的權益未受到保障。 有這麼多前車之隔,友方卻反其道而行覺得香港沒有這樣的需要。 順利友方,是否要等再有人被騙過百萬才叫有需要呢? 謝謝各位。 好,現在反方台上邊緣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輸入到手多跟節目點合作。 無論 récup把多urious punched不斷,像字幕不晗一樣。 由 Mitarasiù fi充分 aspects。 然後是中文限分析才了。 請先約一個快んだ Du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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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__DuckDssaT sru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板方台上边缘派出一位作答 有一分钟发言时间,15秒一丁提示 准备好开头我说可以 可以,可以 丁 有方同学又一次讲了执法的方面 我也讲了,海关如何执法,如何执法 有方同学一只字不提,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过怎么执法 执法的成本又是多少? 难道海关的人每个人在陪你抽奖吗? 一抽一抽,一个道具你要试不知几千次几万次 整个游戏有这么多道具,你试光它吗? 不是的嘛,难道海关的人每天在家公司和你做什么? 不可能的嘛,还有 有方同学说这个可行性是高的 可行性高,怎样高化? 完全没有讲过可行性 而我方又讲了很多完全没有可行性的例子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正反方发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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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丁 我希望让右方同学回答 究竟是否转弹法 比立一些医疗防卧的问题更加需要呢? 好 现在正方同学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我希望你自己能够进去 然后做一个误解 我还有一个误解 决定的招式 要做一个误解 这个误解 但是做一个误解 你先说 最后的误解 我看有误解 我先不说 他有误解 这种误解 我先不说 我先不说 凌 好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正方可以派出一位台上面原作答 有1分鐘發言時間 15秒一定提示 準備好開台跟我說可見 請問聽到嗎 聽到 準備好開台跟我說可以 可以 今天有方就跟我們說 首先澄清林先生是被騙了8000元 但是今天有方就跟我們說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先處理 例如醫療和房屋方面 所以我們這個是比較微不足道的 但是首先為什麼我們兩者不可以一起立法呢 為什麼兩者一起立法會有衝突呢 再者其實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盈餘可以一起做呢 其實今天無論什麼時候立法 不是一個最重點的考慮因素 最重要的是我方是想保障消費者 在被蒙騙的時候有一個渠道可以進行投訴 難道有方是否想每一個香港市民都用幾十萬 用自己的幾十萬去證實一些遊戲的虛假性 我們如果真的證實了 那到底可以去哪裏投訴呢 有方根本就沒有解答清楚 這個位置 好 現在台下發問環節軟結 按雙方結辯 各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好 好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我们先请樊方 挾电作协 试试试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最后30秒一定会 给你再说说可以 可以 丁 主席、评判、座座、各位大家好 香港定立转胆化 守着对着一个心脏病化妆 同时流鼻水的病人 你先帮他抹手鼻水 而不是帮他做心机做事这么荒谬 香港这位病人 有着大略不同类型的急性慢性疾病 人口老化、火不足、高工时工作 中港矛盾 甚至大家最近最有心切体会的 医疗系统问题相较于转胆化 何非有方认为 香港有这些司法空间处理 有方认为我刚刚说 以杀人犯的例子提到 说难道这个 难道因为香港没有杀人犯 所以不用政立法律吗 然而我们看一遍 香港这个城市 又真的可以和其他正常城市作比较 香港不正常的城市 杀人犯都可以憑着法官的 法官的高尚情操 就可以获得减刑 甚至免刑的机会 而有些人说八个字 恭喜你你可以获得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甚至香港这个政府 愿意等一大堆大部分国防 国防的储蓄去建一个明日大婴 或者建一个只是快十分钟的高贴 而不是建房屋 建议院给我们真正的香港人受惠 而转胆化 一个小部分 真正小部分香港人受惠 而对政府利益不大的法案 又怎会真正 政府又怎会应该去做 也都不会想去做 而根据立法会照统计 历了每届立法会 可以通过法案只有八十多项 就是每年二十项左右 最多的时候 都是每年通过二十四项法案 立法会议程本身就这么紧臭 要怎样在白红之中 架有这些新的法案呢 以及这条法案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有迫切性 香港现时由商品说明条例 保障到消費者的权益 现在的民政事务处 徐英伟指出 虚拟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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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说明条例 及尼赤及特亚物品管制条例 等条例所规管 强调法律就相关时 已经写了十分清楚 在明确 规范保障的情况下 转胆化对香港是否真的必须 再推一法 万步离港 即是要定立转胆化 法例的管转胆化 有多大 要是本地有伺服器的遊戲才算 還是想假在香港的就算 完全不聽不錯 假設今天有一隻遊戲在香港推出 但是出現機率不符的情況 但是沒有香港人受到影響 就是外國引起爭議 香港法庭有沒有責任或者權力去管 又或者今天一個沒有在本地上家的遊戲 但是香港人通過轉區等的手段玩到該款遊戲 那又受不受到這條條例的管制 就像國安法一樣 稅源別注 再加上今天控訴的是外國廠商 人事物全部都是外國 再加上是要引渡受審 就是根本法庭根本無力 只有港字呢 引渡的話又填塞大堆的問題 是不是到時又要逃回條例2.0 香港人是不是要多吃半年催淚彈 再談及今天的社會風氣傳膽法 我想真的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明白 沒有人理解 就連在搜尋引擎 搜尋香港轉膽法 第一個彈出來的是扭蛋機 第二個是劍神張家朗 第三個是九個蔬菜的冷知識 要去到樂D才看到 台灣神父主丁特有關轉膽法的新聞 社會對於轉膽法的呼聲 可以說是比無線的偶像團隊的粉絲更加少 十隻手指都掃得了 但是這種情況下絕膽法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性呢 再者我們由主編 就已經一直提到引入這個概念 引入是由原先沒有的 原先沒有的 然後引入這些新的東西 有幫同學 有幫同學一直講到 修改商品說明條例 你都懂得說是修改 即是修訂 那又何來便是中國所說的引入呢 謝謝各位 彈方結辯發言時間為 4分02秒 無超時 無需扣分 現在我們有請正方結辯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最後30秒一定提示 準備好開同學時節 可以 謝謝 再各位大家好 遊戲發展至今 歷史悠久 從落幾十年代 兩大遊戲 俄羅斯方塊 和貪吃石 風頭一時無量 隨後Gameboy NDS PSP的出現 可以說是遊戲大改革 直至智能電話 電腦 互聯網開始出現 遊戲箱開始轉型 允許人們免費下載遊戲 導致遊戲箱更加需要 賺取龐大的收入去穩定運作 因而為吸引消費者 轉等文化開始崛起 再各位 電子化的生活已經融入我們日常 我們已經習慣依賴智能電話 在這個高壓的時代 攀比心 優越感 都很容易私人不惜 花費大量金錢去獲取 而遊戲箱 走近現時群眾願意課金的心態 例如 設計遊戲情節較困難 迫使玩家課金獲取材料通關 漸漸地 課金文化越來越流行 遊戲產業的急速發展 雖然地 法律都應該越完善 從而保障入消費玩家 有方都說要做轉蛋法 只不過是有點擔心 不知道什麼時候立法 所以有方講到第一 迫切性的問題 有方說 都沒有人關注 為什麼要做轉蛋法 為什麼有人會投訴 又會涉及到 29萬港元的金額呢? 第一個類比 其實是否要有人食物中毒 甚至死亡 我們才可以持立保障食物安全的制度 一樣 如果等到人們失去了大量金錢 我們才可以著手處理 才可以立法的話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在遊戲商 進入香港市場的時候 就阻止他們 你方有沒有比我方更好的方浪呢? 有方同學交代不出 然後有方就跟我們說可行性的問題 很簡單一個例子 答了你 台灣有八成遊戲都是來自於國外 但是發生了丁特事件前 他們都是沒有遊戲法 令到他們損失了大量金錢 但是有了之後 他們都會設立遊戲廳 那究竟有什麼影響呢? 有方同學又答不出來 第三 很簡單 跟我們說 本身立法就會有幣處 第一個 就是講到成本題很高的問題 但今天我們不是一步登天 而是慢慢地做 那究竟有什麼問題呢? 有方同學淡出淡入位 反而反 一方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做 一方說不重要 那究竟是做還是不做? 有方不明白 為何房屋、經濟和轉彈法 一起立法 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有方同學說 立法就是立法 我們今天不是立法 就是修訂 但修訂和參考外國 就等於引入了 答回有方同學的問題 最後 不立法有我們雙方的立場分歧 第一 你們歸誰屬的問題 今天遊戲公司什麼時候會有利 很簡單兩個目的 第一 留住玩家 第二 可以從你的錢包拿到錢 現在沒有立法文獻說明懲罰 因此 當遊戲箱隱藏機率被揭 即使他們願意退一步 但都不代表遊戲公司面臨懲罰 但也不代表消費者得到了保障 因為誤導性機率 就算遊戲箱給回遊戲貨幣 消費者 玩家本身付出額外金錢已經是一個損失 正如前場我方所說的壁南幻想 都只是基於輿論壓力退回遊戲貨幣 你的錢就卡住在裡面 你就迫著要玩 他的第一個目標就達成了 他給你一些遊戲貨幣 但那些錢就帶了進他的袋 第二個目標就達成了 想問助各位 哪個才是最大的應者 第二 我方和友方對於轉蛋法全息的程度不同 因為不同國家都有不同 對於轉蛋法的全息和進度 但無論是哪個進度 只要你向前一步 都算是一種引入 都算是一種突破 好像美國 以完成的方式鼓勵其他大型平台 公開機率和三巨頭合作 這是第一步 然後好像台灣那樣 將公佈機率這件事列入為遊戲法 這是第二步 再而好像韓國那樣 簡直是清晰地列明遊戲公司 擁有法律責任加入法則 這是第三步 最後 好像日本和中國 簡直是設立第三方公正方的監修 例如日本的消費者廳 中國的消費機會 這是第四步 現在香港是什麼 原地踏步 在什麼都沒有的狀態下 我覺得應該是一步一步的突破 而不是停留在這裏 分析各位 好 政方結辯發言時間是4分05秒 無超時無出扣分 那現在評判用一些時間 可能評分先 大家休息一會 提一提評判 如果評完分之後 記得選擇最佳邊緣 最好的位置給3分 第二位給2分 剩下的給1分 之後都會用網上zoom作賽 所以提一提同學 那你們看回現在的攝影 其實有些不是看得到你們的樣子 就看不看得到你的頭 下巴 那就看不完 之後呢 記住留意 至少在你發言的時候 你的樣子可以出現在攝影 那裡 之後可能用回一條片 用回你們對內的練習 訓練的時候 都會看到你們表演時候的樣子 那就沒有了 那評判如果可以給評語先 都可以隨時跟我說 好 好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先請張介聰老師 給我們一些評語 給我聽到 是嗎 聽到 好 謝謝 那我先說一說一說 很重要的事情 我個人 判斷這條轉彈法的辯題 是很難打的 或是很欺負人 某程度上來說 應該說 他對大部份的辯論員來說 不屬於一條的好變態 我很直接這樣去說 因為他需要處理的事情 是過分地多 那對於一些如果是未算很熟手 或者思考得很實物的辯論來說 可能會打得很亂 例如其實雙方 今天比賽中也有這麼說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法例 名字直接叫做轉彈法 首先是需要大家去盤亂 在辯論裡面說的轉彈法 是指什麼 所以導致今天 政方都會提出 比利市那種是一種轉彈法 日本那種是一種轉彈法 中國那種可能也是一種轉彈法 我這裡想說 我對於政方的這個說法 是非常之不同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比利市的做法 是禁止遊戲裡面有轉彈的元素 而例如日本那種情況 例如中國的說法 可能在設立一些限制 或者在上市之前先審查 先說本身那兩點 就是完全禁止轉彈元素 以及去監管轉彈元素 兩樣都很難稱之為一種同樣的法例 所以它同樣都涉及轉彈的法例 但如果你說轉彈法可以是這種 又可以是這種 在同一場比賽裡面來說 是真的不算好聽的 因為我個人今天評政方 我會比你們的立論很高分 你們的主編出來的那個方案 我一聽的時候 我覺得是完美的 因為我自己都有準備這條比賽 我覺得反方這條比賽是很難打 而政方設定的方案 設定得漂亮的話會很厲害的 政方設定的方案是什麼呢 是會分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現階段才公佈的機率 也有說到技術成熟的時候 就會再引入第三方的認證 政方會這樣設計的原因 很明顯是因為政方都找資料的過程之中 是發現到其他地方的國家 是沒有任何 我所知是 沒有任何國家的轉彈的做法 是會直接引入第三方驗證 然後用法律去驗證它的真偽 這件事似乎應該是不存在的 因為台灣那邊的官方機構 就是這樣去表示的 所以政方就會設定了 這個分量階段去實施 意味著 反方只要拼不到你的第一階段 即公佈機率 已經有一定的立法的意義在這裏 而政方還可以同時間避免可行性的問題 而又可以去打一個長遠的 驗證你真偽的好處 我只聽到我覺得這個打法是很好的 但我會在論點連貫的部分上 在政方上扣檢 因為你們在中期開始 不是中期就很早 你們在主編完結後的台上發文 就已經會提出 比利市又可以 日本又可以 中間有時你去回應反方的時候 都同樣地 你們不是用你本身設定的方案去答 而是會問為何我們不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 如果覺得很嚴重 我們有時就參考 給利市去禁止 如果我們就像參考中國這樣做 你這樣做 在一個辯論比賽來說 作為一個評判 我就會在想 那你的方案實際上到底是怎樣 又或者你明明說了一個方案出來 你的方案聽起來 其實就是最接近的國家是誰 是日本 是日本的景品法 那為何你不直接就用那個方案去打 以今天反方所問你的內容來說 我個人覺得你直接運用日本景品法 用你自己的方案去打的話 是一定能打得到的 所以那個論點連貫 或是一個回應的處理所面 就未算去到很好 這是給一個正方的意見 但是反方方面 我又覺得你們事實上 是真的打得不理想的絕對 那我剛才為何會說 這條變態很欺負別人去打呢 因為除了這個剪彈法屬於什麼之外 是反方其實沒什麼堅實的內容去打 即我自己那邊的立場是叫反方 即我自己的立場是叫反方 即我自己家學校 打一次剝 我要做成本 我給反方輸100分 即我們自己家學校 因為很多時候反方很容易在這場比賽裡面 因為沒有一些很堅實的閉處 於是但你要反對 那你就容易打了一些不像正常人 現實中會說的說話 今天的反方同樣是這樣的情況 例如你們打沒有需要的那個論點 那你們會打打得打 於是你們會出了什麼的說話 例如你們可能會不斷去說的字眼就是 不高不大 它的需要性不高 立法會裡面的討論不多 其實消委會的數字 每年投訴遊戲都是百多鐘 百多鐘投訴都寥寥可數 然後其實香港都沒有什麼人玩遊戲 你說完這句出來的 我那一刻都想 你們真的大家都這麼乖 每個人都不玩遊戲 連我都會玩遊戲 於是你說到其實轉彈法 香港的玩家根本就不關心等等 首先第一是你論證困難 第二我當你論證了出來 例如你也有嘗試找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數字百多鐘 但是是否等同於你這個結論而可信呢 即是百多鐘是否真的要寥寥可數呢 我們有些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有時候一些錯誤的事情 物以惡小而為之 少少的問題都是問題 那這些說法上不容易幫你賺到分數 事實上今天政方還要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防患於未然 在一個邏輯概念上 就已經在道德立場上贏了你們 這個在需要性方面 反方確實是你每一個位置 你沒有說那裡沒事 一說那位置 我真的要單一個位置 這個是反方要注意 留意自己需要性的部分 他怎麼說 因為除非你說的需要性 是你找到其他一些反建議 其他做法去證明他的需要性 例如有些國家 可能他們的需要性不大 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他們大部分的 他們可能會 正大部分的遊戲 是一些的 透過遊戲平台去發行等等 而遊戲平台 例如我當作PlayStation等等 可能他們自己都有很多他們的限制 而如果你不符合他們自己的限制的話 例如我當作公佈機率 例如我現在玩Diva 踢球 他抽包全部都要去公佈機率 原來你不公佈機率 他不讓你進入DS4的平台 這些是另外其他相對來說 不是直接地違反 我們主流觀念的需要性的說法 這些可以再進一步思考 另一方面就是反映一些 我覺得值得說的內容 反而這次人來說是比較少論證 例如你們曾提出過踢走代理商 但踢走代理商的過程 為何會做到踢走代理商的一步 中間其實應該有好幾步需要論證的 今天沒有 你是很直接跳進去你的結論 由於你沒有中間的論證過程 對方的政方就可以不用理會你的論證過程 同樣你出結果他出結果 他出結果就會變成同地說 例如日本、內地 其實都一樣是有所謂的轉彈法 那個轉彈法是否你們的轉彈法 由於大家不討論就不理會了 表面上大家都有轉彈法 但他們都有不同的代理商 很多很多 這裏就變成了反方說的這件事 是因為反方本身這部分很難 因為所謂的踢走代理商 是一個觀念上正確 但是找資料方面應該是極難得到的 我自己知道反方是很難出到這個資料 但是變去場上出不到資料 說得幾句 那確實就會有一個無論證的情況 另一個反方會打 就是公佈了都可以重減 其實我個人覺得 今天的反方真正應該要大打的 因為今天的反方 是很應該針對政方的方案去打的 那政方真正提出過的方案 其實就是現階段公佈機率 那未來技術成熟的時候 第三方能證 那反方今天最應該打的就是 有誰跟我今天的方案這樣設定 因為你先天自己都知道 你根本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所謂的第三方驗證 其實現在是沒有這個相關的技術 國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是引入任何一個虛擬遊戲的第三方驗證 一個都沒有 那你這樣打了之後 就先跟屏幕說 他的方案正正暴露了他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這樣設定一個 現時沒有技術的東西 說未來可行的時候做 就意味著有分裸都知道 其實未來一定要加上這件事 這條法律才是完整的 即是有分裸的現階段 其實是不完整的轉彈法 不完整在什麼 不完整在原來你的法律 現在只是任他說無得證 一條任他說無得驗證的法律 算不算是一個有力的法律呢 反正這樣去大打 去公佈機率都可以造假 才是今天你們最應該針對政方打的路 反正今天打的這部分 可以還是不行呢 有的 在二庫的時候 提出了不同的資料 有什麼4.2% 說機率錯誤2% 中間有一些其他機構 公佈機率造假等等 OK 一來 遲了一點點說 二來 就是你這裏裡面沒有 你提了一個事情 這就是表述的技巧 以及你要做歸納 你的位置反方而負 你是舉了好幾個事例出來 說了個bet 但是辯論員你需要告訴我 你的這個事例想論證些什麼的論點 和呼應對方什麼的論點 正如你去考中文考試作文 你不能夠只是寫例子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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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告訴你 這個例子是想帶出什麼的論點 而呼應到題目裡面 哪一樣東西 所以今天你沒有提 去說出來的就是 這些事例裡面都證明了的是 其實現在是沒有成熟的第三方驗證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你告訴別人 沒有第三方驗證的技術和機構在法律裡面 是意味著什麼的 就是剛剛所說的 意味著原來任去公佈 任去造假 而沒有人能夠知道的 這裏是反方我覺得 今場打得可以有機會有力很多 但是沒有去做歸納 還有沒有將它有蝙蝠加大的地方 這是解釋給反方知道 今天我如果評分上 你們那裏在這裏上有一個扣減 原因是因為這件事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一個智商的吶痕 因為反方很多時候都會說 香港現在沒有什麼需要 因為香港現行的法例是做到的 例如相關說明條例 但是你的打法上面 你不是用對方的方案 和你現在的相關上面條例 去做一個比較 現實中其實可以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 你反方的打法應該是 和平方說 對方今天爭戀最後做到的是公佈機率 但是例如公佈機率 而我們如果能夠控告它 現時情況可以不可以 例如一間遊戲公司 在地鐵廣告 在外面電視廣告 才稱我的機率是4.2% 入到遊戲裡面的時候 我透過入遊戲裡面 我看到 我看到它寫出來的聲稱 原來它寫3.2% 我能夠控告 香港現時是可以控告的 因為它 你直接兩個數字已經有了 它說4.2% 我入遊戲看到是3.2% 我可以控告的 香港是可以控告的 但是如果你說的是一種 它表達是4.2% 但原來它暗瓦底 玩家懷疑是3.2% 現在的法例你做不到 但是它正方的法例 沒有第三方認證 它都做不到 但是今天反方理的說法 就變成一個自身矛盾 因為你一時會說 現在都做到 但另一方面 你們會不斷去說 第三方認證 現在做不到 這個就會有一個自身矛盾 而你沒有指出正方 或者是 我自己都會判斷到的 我都會有影響正方的分數 但是作為反方理說 你不提出 這裡就會沒有虧 這是可以去注意的地方 反方可以怎樣打呢 這條片題之下 可以說一個 我給自己一隊 禁止了的打法 所以我一隊不敢打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樣打是最好的 作為反方 很簡單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現實之中 現在的夾公仔機 現在的部分的扭彈機 那些扭彈公司 是要用香港的賭博牌 即是香港的賭博條例裡面 夾公仔機 那些是要的 原因是因為裡面涉及到青少年可能接觸 而當中適合到大量金錢的不斷投入 以及的機率性 符合這三個條件 於是他就要取得奪博牌 那你想一下 虛擬遊戲 抽包 其實是否都一樣 和這條件呢 是的 但現在你真的沒有任何法例 你就可以定義為 這是一種法律的真空 而關鍵是不要緊 我們驗證到機率就可以了 但是剛才說過第三方驗證的技術 現在應該是沒有的 或者你反方可以選擇大打 沒有這件事的 那結論就是有法律真空 而沒有法律上能夠處理到的技術 那結果就是一樣 就是沒有這個技術之前的那一刻 你就應該好像給你全禁 而反方全禁的打法 一個好處就是在於 你可以吃光政方的所有道德高地 因為他很擔心的所有東西 你現在同樣都很擔心 那這種整場比賽分歧 就只是剩下 到底第三方驗證的技術有還是沒有 而今天政方自己都說了 現在沒有這個技術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反方可以打落 簡單很多 而可以選擇的內容和打法 不過我都給我自己一個對比 那這個是純粹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這個是今天給雙方的意見 那其他的嘉賓有嗎? 謝謝 好,謝謝張大聰老師 那現在我們有請 香港中文大學越北辯論隊 對於佛榮林小姐給我們一些意見 Hello 其實剛剛介Sir都說了很多 我自己很認同的地方 所以我都不再特別重途了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就是 因為隱然性變態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最傳統的 就是需要性、可行性、利物比較和其他方案 坦白這樣說 我覺得一開始政方 由於我也覺得說得太多不同國家的東西 那我便會問號就是 那香港的需要性 或者香港的現況究竟是什麼呢? 我想我似乎是去到後場 就是讓你們洗腦多 我才開始有些 獲得那個 JIS 所以我便有一個問題 對於反方的立場問題就是 你覺得現在你同不同意這個需要性 現在有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前場都是聽得不清楚 那如果一開始那些 有關於需要性的立場問題 我自己個人是有一點點混亂 不過我覺得反方有一點不公自破 就是當港道說 其實你沒有需要性的打法 竟然是說 因為沒有人關注 那沒有人關注 立法會都不討論 那沒有需要性 不做啦 那這樣 而這個說法呢 一來我覺得都很不合理 就是有些像 我覺得都是 中俗辯論經常會出現一個謬誤 就是 不如那些時間 用了在轉彈法 就用不了在其他地方 政府一定是這樣運作的 就是大家打很多財政那些變態 都會是這樣 你用了這10元 在這裏 那醫療學生就會少了10元 但是其實 政府不是這樣運作的 那變成我自己都頗不承諾這個說法 但是 反方後場 不斷用這個東西來循環 沒有需要性呢 其實我覺得是 就是對我來說是 都頗扣分的 尤其是 台下發問 基本上兩條問題 都是在問這個方向 但是 基於我自己又覺得 政方已經 就是答了你 已經不是時效性的問題 而是他們後場已經 當我拿到一個 叫做防範於未然的一個說法的時候 那 直直而言 我覺得這個位置我會給了政方 去到 這個戰場的位置我會給了政方 但是 其實我覺得 沒有需要性 是否不能夠用場上的資料去說呢 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些包裝的說法上面的問題 因為 當然 政方說了防範於未然 這個說法有一點屈肌 但是 但是是否反方完全不可以攻擊 我覺得不是 不僅其實政方自己提出的數字 都是29萬港元 坦白這麼說 直觀地 我覺得29萬元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我又覺得 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 用場上資料 不是帶不出 其實沒有需要性 或者沒有迫遲性的說法 所以你們要慎重考慮自己 畢竟在包裝說法上面 可以怎樣說 其次就是 關於可行性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 雙方今天交代 法例上的條例 都是不清楚 就是今天 一來 都應同剛剛介紹所說的就是 那究竟 政方 香港的轉彈法的方案 其實 結尾是什麼呢 就是我最後 我當然 我自己沒有 歸納得這麼透徹 就是有兩部曲的 我純粹就是覺得 政方你想說的方案就是 啊 我們現在有些問題 那我們應該做些事情 好過不做 但是基於我前面 有一點點混亂 你那個需要性 有沒有這麼大 的時候 我就看到 其實問題有沒有這麼大 如果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做有好過不做呢 那當然它都很長 尤其給你洗腦 坐的關係 我覺得都還可以說得通的 但是我覺得 都是不太清楚 你們的方案想怎樣 就是究竟 你說了很多外國的例子 那香港應該怎麼 適合這些外國的例子呢 我都聽不到 反而反方 今天跟我說 雙方說明條例 就要發出一個 條例名給我 但是 實際上怎麼操作呢 雖然我自己本業 我對法律上 是有少許認識的 但是我自己作為評判 我不會幫你們 勞保太多 那你都告訴我 究竟雙方說明條例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呢 而我了解就是 如果一個轉彈法 應該是一個合約的模式的時候 如果是因為這些虛假陳述的時候 那絕對是香港是有法律 可以保障到 所以我都同意就是 當說完需要性、可行性 你們做一個禮拜比較的時候 絕對是可以用你們 現在覺得有的法律 跟對方的所謂轉彈法做一個比較 但是我覺得今天 都不是很聽得到 所以我覺得整場的討論 其實不是說非常有推進 甚至後面後場反方的說法 是有少許危險的時候 正方只要包裝得好一點 那就好像比較容易聽得懂 所以我覺得整場來說 我都同意就是 反方的確實上好像很難打 但是其實我覺得 去到後來 都是很多說法上的問題 包括剛剛說的需要性 其實都不是 我覺得說法上 都不是完全沒得打 所以我覺得 是的 我都同意這是很難的 甚至乎都跟著法律問題 但是我覺得有些地方 都是可以 就是挺有趣的 我也可以再研討一下 就是究竟 就是究竟 那個樓盤的問題 就是反傑都說了 那些代理商在海外的 你又怎麼辦 其實拿一些東西來爭拗 其實我覺得這樣 可能是這些 真的細節執行位 好過你們不斷討論說 究竟什麼是引入 究竟 其他問題更加重要 我覺得這樣才對整個討論 是有推進的 是 我的評語就對了 謝謝 好 謝謝佛小姐 最後我們請加入 書院中文面對教練 協曉和小姐 給我們一些意見 大家好 我先說一下 今天反方的進路 我就會是全民的進路 比較有少去立論 這個問題就是會 因為你全場不斷地問 但你自己可能沒有太多的資料去支持 就會被人感覺好像有些 無理取鬧的感覺 其實究竟今天反方可以在哪些位置 可以再找多些資料 或者去做多些立論 例如其實在沒有需要的問題上面 大家再提醒清楚 根據我看過 就好像是 其實香港現時 人們去投訴 他們不是去投訴那個遊戲 沒有寫清楚那個機率 而是說他們抽不到他們想要的那個產品 但問題就是在於今天正方提出的方案 其實是確保不到他們拿到這個產品 因為正方今天的方案是沒有保底的這個機制 所以問題就是在於 針對著香港現況的這個需要 其實今天正方的那個方案都是回應不到 我覺得這些可能 這些位置可能正反雙方都要再提清楚些 又或者譬如其實 反方都可以講一講的就是 其實在這個數字上面的機率 和實質執行上面的機率 原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譬如我是五個巴仙的機率 不代表我抽了一百次之後 我一定會抽到五個的 因為那個機率是每一次獨立計算 或者這樣 我覺得可能反方都可以提出多一些這些 不是單純就這樣問 你的機率有誰去確定 而是提出多一些執行上面的 確實上面的問題 又或者譬如是中國內地那邊 其實也有出現一些假帳戶的情況 去令到那個機率可以看起來 是比較正確的 但是其實是假的 或者就是 我覺得反方今天 你只是跟我說 有很多執行上面的問題 不知怎樣執行 不知怎樣監管 但是你說不到給我聽的就是 究竟這些困難確實是些什麼 反方可能這方面 可以再講多一點點 甚至乎譬如第三方那方面 主編那個說法 沒有記錯的話 是說 台灣都說 如果引入了第三方驗證的話 那些公司可能會離開台灣 但是我覺得比較強的 說法可能是說 台灣的市民 其實他們希望轉彈法 最新的說法是 沒有記錯是 不知兩樣還是三樣的內容 其中一個就是引入第三方的驗證 但是台灣政府是拒絕了去做這件事 原因是在於他們覺得 這件事其實是不太可行的 或者是那些公司會轉去海外 一部分可能都可以再展述多些 甚至乎是你跟我說 那些公司會轉去海外營運 那究竟境外營運之後 是會怎樣呢 或者境外營運如何 令到那個執法更加困難呢 這一方面我覺得都是 不太聽得清楚 那我就覺得這一點 可能可以再補充多一點點 其次就是其實我覺得 今天反方第三個點 就是關於電競業 其實都好像去到後場都掉了 那其實都可以再補充一下 究竟香港現在 是有多需要電競業 或者政府是有多想發展電競業 或者是譬如可能 年輕人究竟對於電競業的渴求是有多少 就說這些都可以 應該不算是很難去論證的事情 但是可能反方就沒有放很多時間下去 那其次就是 今天反方可能立場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們是要採取 問多一點的這個方法 都不是問題的 但是那個問就未必是 針對著方案上面 執行上面的問題 而是針對著立場上面的問題 例如譬如剛剛講到的 如果今天政方的立場是覺得 因為不夠透明 所以就要去引入這個轉彈法 要去監管的話 那究竟扭彈機 是不是都一樣要公佈 抽中那個扭彈的機率呢 又或者譬如是綠合彩 這些是不是都一樣要公佈那個機率呢 甚至乎譬如現在去某一些名店購物 那你都未必一定會買到你想要的那個物品 或者是譬如你配貨的過程 都未必一定去配到你想要的那個貨品的時候 那這些是不是全部都要監管 是不是全部都要公開那個機率呢 這些都是可能反方可以嘗試去問一下政方的問題 那倒過來 政方今天呢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 政方今天那個立論的飽滿程度 就比起反方比較多 但是其實都可以再 可能在成效上面 會不會都可以再找一下 譬如日本啊韓國啊 中國啊這些地方 譬如他們的投訴 數字會不會少了很多呢 又或者是 就是這方面的成效 會不會都可以再看一看 又或者甚至乎是 其實今天政方的方案比較特別 就是它不是真的有一個很確實的方案 而是比較有彈性一些 那會不會可以再詳細講一講 例如日本、韓國、中國這些地方 究竟是怎樣做呢 因為其實 沒有記載的話 今天政方其實不是太多的事 而我覺得如果 今天評判是沒有接觸過這條辯題的話 未必會是太聽得明白究竟 這些地方是怎樣做 或者你們想參考的方案究竟是怎樣 那其次都一樣有一些立場問題 政方都可以問回反方 因為其實呢 政方今天比較強的位置就是在於 透明一點是不是好一點 就是這個叫做是道德高地的問題 但是呢 政方今天好像就沒有好好地捉住這個道德高地 反而把這個道德高地 就講到是連勝於無的這個概念 但是呢 其實今天政方可以再評判得好一點 例如是 你們可能問的方法不是說 那現在有一幫人存在著 那你怎樣去做 是不是什麼都不做 反而可能這些都是要問 但是可能 再問多一點的問題 但是譬如說 很簡單就是透明了 是好了還是不好 如果是好的話 我覺得這一步可能 未確立得到 或者這些問題其實反方都比較難回答 我覺得如果問到這些問題 可能會比較突顯政方的立場 是覺得 突顯你們的道德高地 而不是連勝於無 其次就是 立場問題上面 就是 現在商品說明條例 是有監管 現時有的那些事情 但是問題就是 正方可能可以問的就是 如果其他商品都 有需要管 你覺得商品說明條例 是有速度存在著 那為什麼這些商品 轉了去網上 有方便反而覺得 突然間覺得不需要管 這些立場上面的問題 可能 都可以再想一想 其次就是 今天的政方 我聽完主編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得不太清楚 但我自己就覺得其實 你 第一個和第二個論點好像是一樣 因為第一個論點就是說 不夠透明 現在有很多人投訴 那就追討不了 這樣 第二個其實都是說 都是說要保障那些 玩家 但是我自己就不太聽得清楚 究竟第一和第二個論點的分別 在哪裏 可能比雙方的評語都差不多 謝謝 謝謝葉小姐的意見 謝謝葉小姐的意見 我們評判給完評語 今場比賽都完結了 我會公佈賽果 公佈賽果 公佈賽果之先 我公佈最佳辯論員 今場最佳辯論員 是政方結辯 張穎林同學 今場的比賽 以票數作決 票數為3比0 由政方 跟Balance 張穎林同學 中學生成